傳多個監管機構致電金融機構高層 詢問撤離香港的原因 金融時報引述報引述消息說 自國安法實施之後 多間金融機構和基金公司決定撤離本港 金管局、證監會、財富局都向他們致電 查詢撤資的決策過程和原因 有基金經理形容事件罕見和不尋常 不過證監會說 過往一直會向變更營運地點的企業 或者個人作出查詢 了解他們是否仍然需要牌照 金管局就說只是日常的工作溝通 並不是異常做法 甚至是這些事發生的事件 我沒有為何這件事會變成非常特別的事件 我認為我們有一個財管管局來 我們有財管管局來 我們有財管管局去 為不同的原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